上午十时十五分许 习近平来到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中国航空博物馆 英雄广场上蓝天魂雕塑庄严肃穆 胜利之火火炬熊熊燃烧 站立 习近平首先向人民空军英烈敬献花篮 他迈步上前整理花篮断袋 向人民空军英烈三鞠躬 习近平缓步绕行 瞻仰人民空军英烈墙 表达对英烈的深切缅怀 人民空军的历史辉煌 是用奋斗牺牲和奉献铸就的 七十年来人民空军英雄辈出 习近平强调 我们要永远铭记英烈的英雄事迹 世代发扬英烈的英雄精神 随后习近平参观了 庆祝空军成立七十周年主题展览 展览分为蓝天驻中城 和奋飞新时代两个展区 展出各型飞机九架 图片实物一千五百多件 再现了人民空军七十年的光辉历史 和发展成就 一张张图片展板 一件件实物模型 一段段视频资料 吸引了习近平的目光 他不时驻足观看 认真听取讲解 询问有关情况 在热热的掌声中 习近平亲切接见 空军先进单位和英雄代表 勉励他们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 争取更大光明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空军成立七十周年 在此对空军成立七十周年 表示热烈的祝贺 也向空军的全体官兵 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 人民空军走过了七十年的光辉历程 空军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为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建立了不朽功勋 人民空军 不愧是党和人民 可以信赖的部队 习近平强调 当前人民空军 七十年之后 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希望同志们深入贯彻 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深入的贯彻 新时代的军事战略方针 始终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既发扬光荣传统 又要勇于创新超越 把空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的空军 不断地创造更多的 更好的 更大的业绩 许其亮 张又霞 魏凤河 苗华 张生民 参加活动